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过年开心围炉传出了不幸的消息 昨天中午12点多 高雄有一名47岁的男子 与家人回娘家聚餐 当时一家人在其楼摆桌用餐 没有想到男子不小心被花枝丸噎住 当场时出呼吸心跳 送医宣告不止 炸的金黄香酥的花枝丸响气四溢 黄澄澄的模样在过年看起来相当喜气 没有想到却有一位民众在吃花枝丸时意外被噎到 就带人员接到报案急忙出动救护车前往救援 大年初二中午12点多 高雄三米区陈平街 一名47岁的男子与家人回娘家聚餐 当时一家人在其楼摆桌用餐 没有想到男子在吃饭时不小心被花枝丸噎住 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死者的亲戚说这名男子平常很少和外界的人打交道 难得过年与亲友见面 过年团圆饭餐桌上还可以看到摆着各种应景的水果 原本家人开心团聚 没有想到男子却在吃丸子时被噎到意外不幸身亡 在大年初二从此与亲人天人永隔 不过男子详细的死亡原因 还要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谢谢苏惠婷成立国高雄报导